近日多場國際賽事播錯香港國歌做圓榮光歸香港 港府就著事件展開刑事調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週一回應調查進展 他說現階段沒有證據證明香港的運動員和職員接事 但港府與Google交涉 將正確搜尋結果置頂但被拒絕 在Google的搜尋器中顯示了 如果是香港的國歌就顯示了一些和19年黑暴有關的歌曲 我們是覺得非常遺憾 還有這件事亦傷害了我們香港市民的感情 我們其實已經向Google提出了要求把正確的國歌置頂 可惜Google拒絕 我相信這是匪如所思和香港人是不會接受的 而較早前本港有人響應內地發起的白紙抗議 鄧炳強說保安局的行動令到鼓吹參加活動的聲音有所減少 我也要提醒市民特別是年輕人不要輕易被煽動 煽動出來煽動的人其實很多人已經逃跑了 他們在外國享受一些政治紅利 所以煽動了你們出來承受這個法律的後果 我亦都要對一些想真真正正正危害我們國家安全 香港安全的人我就要警告他們 你做這些行為我必然會搜證 必然會將你拘捕 以及必然會依法辦事 而事實上我作出了這些勸誡和警告之後 這些事情已經減退了 我認為這是我們香港整體市民 打擊危害國家安全 危害我們香港安全的成功例子 到最後一天 旁邊看你的電視 不得了 在那邊看你的電視 請注意到討論 身上不夠了 不就能及到處理 你們 有些人 絲維